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些人是越吃越发胖 那还有一些人宵夜吃完就睡不好睡不着了 那到底怎么样健康吃健康的宵夜呢 待会我们有三个来宾要PK 那这三个来宾PK完了之后 我们三个评审最后要来评审决赛 这个给分 好 我今天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三个评审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王健宇医生 大家好 好 第二个要跟我们PK健康好宵夜的 第一个挑战者是 这一个宵夜人妻杨宇宁 大家好 我应该请宵夜更好吃了 第二个要跟我们PK健康好宵夜的是 台菜小天王温师傅 我刚好 我也不赖哦 第一个老师 我们第三个要PK健康好宵夜的挑战者 是我们的亮萌师傅 大家好 你才不知道我吃最好 可是我问一下俗秦 真的十点钟看健康好生活的时候 有的时候越看 很多观众朋友脸书的网友都反映 越看越想吃 是 真的 那万一越看越想吃 而且肚子又真的饿得咕噜咕噜叫的话 真的很多时候宵夜要吃得对 没错 不管你是吃很好的还是好吃的都一样 就是说宵夜要吃得对 也不是一定不能吃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有研究就发现说 第一个 如果呢 你睡前吃太饱会发现 第一个 胃食道逆流的风险是提高的 所以很多人 现代人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吃得晚 然后虽然睡得也晚 但是因为不是 拉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胃食道逆流很严重 可是日本人有一个研究说 他们认为说 如果你宵夜太常吃呢 有个风险是胃癌的风险 那让他觉得说 这个有合理吗 那他们判断是因为 第一个 所谓胃癌 应该包括胃食道逆流 造成了一些胃食道喷门 这附近的癌症之外 另外一个他是说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 你一直让食物留在你的胃里面 因为你睡着之后 它的蠕动是变慢的 那等于说 胃食道留在你的胃里面的时间 大幅增加 再加上他们晚上吃什么 晚上日本人当然是去居酒屋 吃烧烤吃什么 所以这些喝酒 所以这些东西对胃 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因子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让他们认为说 吃宵夜对提升胃癌也有风险 不过大家现在最直言的是 吃过宵夜其实对身材影响 才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发现 现在的宵夜的选项 不论是什么咸酥鸡啊 鸡排啊 还是其他的这些 通常一吃下去 大概都300到400卡 已经有半个正餐以上 所以很多人只要一餐餐餐 吃宵夜一个月 要胖上两公斤是不难的 可是你说不吃宵夜 就真的 不吃宵夜一定不好嘛 有些人会说 我看你们健康好生活 看到一半就觉得肚子很饿 如果你真的很饿 他们外国有一个健康的学者 认为说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饿 到低血糖的状态 你还撑着不吃的时候 反而是你的睡眠状态变差 而且是你第二天的 脾气啊或精神品质更差 所以如果你是刚好 比如说你真的在减重 这时候看到 10点的健康少好生活 有一点饿了 吃一等正确的宵夜 是有帮助你的 反而帮助你减重 也帮助你维持好的精神 至于正确的宵夜怎么吃呢 待会在竞赛的过程中 我们会一一点破 真的 那正确的宵夜 有没有种类啊 请教一下医生 其实大概在我们医生 跟营养师的观念里面 宵夜多的这一餐 都是你那一天的负担 除了说你在前面的几餐当中 你的热量稍微减少一下 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 总量管制 或者你前面三餐都吃得不饿 又多一个宵夜 我告诉你 对慢性病的疾病 不管是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都是负担 所以基本上 要吃的所谓的健康的消息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有难度的 也就是说 其实这时候 基本上如果真的很饿的人 那表示你可能前一餐 真的吃得不够 你要回去调整 你的前一餐 是要去做调整 如果真的很饿 那怎么办 比如什么全麦的面包啊 五股杂兰的饼干啊 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那比较不会建议什么 刺激性的东西 或那种流食的东西 或太甜的东西 那基本上这些吃东西 虽然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可是你告诉你 你晚上睡觉 不一定会睡得安稳 所以基本上其实 也要回想说 你前面吃的东西 是不是有问题 才会导致说 你现在肚子会很饿 那问一下营养师 刚刚王医师就提醒大家 一般人是正常的日常三餐 那如果额外加了宵夜 或者有一些人 还吃下午茶点心的话 最后这个热量 就要有一个 一整天的总量的管理 所以我们就是 大概帮他抓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 三正餐之外 另外加宵夜的话 宵夜可能要控制 在200卡以内 你比较不容易胖太多 这样 而且就是在选择上 可能要选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有DGI的水果 因为水果比较方便 对不对 就是随手可拿 那再来就是 它比如说 它有富含B群 因为富含B群的话 帮助我们的代谢 是会比较好的 或者是它有一些抗性淀粉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食物这样 那抗性淀粉 比如说熟香蕉 跟比较轻一点的香蕉 轻一点的香蕉 它其实就有抗性淀粉 或者是说像我们家 因为有时候 我的晚上 我会准备马铃薯沙拉 因为第二天可以当早餐 所以还没有当早餐之前 其实已经被我当成宵夜吃了 但是因为马铃薯里头 它如果带着皮 它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抗性淀粉 也是一个选择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刚才说水果 可以选择一些DGI的水果 像是奇异果啊 芭辣都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提醒 因为有些人的胃不是很好 我倒是建议就是 你不要空腹吃水果 这一群人 那另外像这个毛豆 其实因为现在超市 都有卖那种冷豆毛豆 一包 然后它有不加盐 有加盐的选项 其实我觉得盐分 还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它那个 有时候不是很咸 那你如果想要 感觉有点咸的 你再加点黑胡椒 你就会觉得 我是吃咸的东西 那我觉得也OK 或是便利商店 其实你可以看 营养表示200咖以内的东西 或者是有些像绿豆汤 或是八宝粥 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因为八宝粥 其实里头的B群也很丰富 是 好 那我们今天 第一个PK的 听说是雨泥 这个人气雨泥 今天要分享 你们家老公肚子饿的时候 你做什么宵夜给他吃 其实多半我们家 他要吃宵夜 他自己出去吃 因为我不吃宵夜 我是一个三餐非常定时 然后作息非常正常的人 我都失点 那如果儿子要吃宵夜 会煮面给他吃 我儿子也爱吃面 然后面是家里随手可得 然后蔬菜炒一炒 煮个面就很方便 然后其实也很健康 所以我今天就要带给大家 就是很简单 但是又很好吃的高丽菜微面 其实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已经非常荣幸了 因为我喝的喝的 能跟厨师来比拼啊 我今天输了也光荣 那你就乱输吧 好啦 所以今天这个健康宵夜 不一定当宵夜 他也可以当正餐吃 他也可以比方说 小朋友放学回来 这个校茶肚子饿很尴尬的时候 简单做一个汤面给小朋友吃 早餐其实也可以 因为快快的就可以弄好了 好 那所以云霓要分享的是 高丽菜蔬菜来微面 可是这个面有学问 你挑的这个面不是一般的面 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梨麦面 这不是荞麦面 这也不是全麦的面 这是梨麦 梨麦做的面条 对 听起来就非常健康 好 对 那梨麦面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 我们要先准备鸡胸肉 因为鸡胸肉有非常好的蛋白质 然后脂肪含量也不是很高 那我们在煮面之前 我们先把鸡胸肉腌起来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腌好了 这个用什么腌 腌料就是酱油膏 白胡椒粉 然后米酒 香油 再加上太白粉 然后把它腌好 都一点点有点调味有味道就好了 我们把它腌好放在这里 好 我们云妮 这个先热一个不锈干锅 对 这个锅就是要能炒又能煮面的 这样比较方便 然后味道也留在锅里 因为云妮要分享的是汤面 那这个汤面要事先爆香 好 我们放一点油 要来爆香我们的辛香料 好 这个油下去之后呢 你要准备把葱跟这个蒜先下去 那其实同时你也可以准备一点菇类啊 然后准备一点红萝卜丝 然后多种口味 好 你的蒜头是这个大量的蒜能直接下 对 好 所以你们家老公儿子都喜欢吃这一道面吗 喜欢啊 而且蒜头炒过之后再煮面 它会煮的软软的 其实在面里吃起来很好吃 所以你会完整的颗粒 让它这个爆香让它下 然后葱段也是切得很长哦 那这个整个全都下 这样的量就差不多了 好 先下一半 好 先稍微把它爆香 好香啊 那今天雨妮准备的是梨麦面 问一下这个营养师婉萍 梨麦面或者日本人很爱吃巧麦面 或者这个跟我们一般常吃的白面 这中间差在哪里 对 就是其实梨麦 就是像我们台东就有很多的梨麦的 那个台湾的原生 那它其实像梨麦他们在做研究 就是它对于像降血脂 还有对于这个血压 心血管疾病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食物 那像我们刚才不再讲说 饮食里头我们如果做宵夜要低GI吗 那它的差异就是白面条 低GI的意思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 我希望那个GI值越低越好 就是这个食物白面吃进去以后 跟我梨麦吃进去以后 因为它的纤维比较高 所以它上升血糖的速度比较慢 对于我们储存脂肪的能力就会比较少 所以它就很这个雨泥今天这个梨麦面就很符合这个原则 那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要热量还是要总量控制 那就麻烦你帮我拿出一片的这个梨麦面 这样子一片的梨麦面呢 大概是160卡 所以就像桌上我们前面那个碗 透明的那个碗 大概就是它七分 大概一半碗的量 就是同样的饭的热量 对 所以这个可能雨泥今天准备的就已经是三四人份的面食了 对 因为你还是要控制到一个人的总热量 最好不要超过两三百卡 对 好 对 然后我再把红萝卜放进去炒一下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不爱吃到硬硬的红萝卜 对 所以它炒完之后比较香 对 而且贝糖胡萝卜素是脂容性的 有点油 这个炒趴也增加它的吸收 那问一下王医师 葱跟蒜是料理的好朋友 实际上他们也会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嘛 对 其实葱姜蒜 现在我们把这些配饺都当作 其实它里面的养分 其实基本上比我们想象中多 就像它里面的鲜味又很多 那我再跟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你在宵夜如果多吃个 差不多两百卡到三百卡 你一个月下来只要累积超过九千卡 就准备胖一公斤 胖一公斤 那再过来 其实在这个宵夜当中 基本上淀粉还是要有 菜还是要有 蛋白质还有 但基本上这些东西 基本上一定的配量的话 它的内量要控制在两百三百内 基本上那个量真的不会很多 所以说宵夜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怎么吃 跟你吃的那个量是多少 再过来 你吃完多久 才要准备去睡觉 那吃完多久就睡觉 这个其实最难的地方 一般你要吃完 你可能要过一个小时 或一个半小时 但很多人吃完 可能半个小时就去睡觉 这样可能像你这样的情形 就会造成什么 胃食道逆流 会造成胃胖胃道的伤害 甚至你可能吃太饱的话 你可能晚上睡得并不会好 对 所以说很多人说 是因为肚子饿 才去吃宵夜 其实基本上你只能吃到什么 没有饿的感觉 你不能说吃到有饱 不常吃饱 对 那那个没有饿的感觉 一般来说 那就是三四分饱的感觉 如果你吃到说那种 七分饱饱 觉得说哇塞 那样子你可能睡得更不安稳 好 那雨泥 这个炒香 我们的这个辛香料之后 对 放入了这个水 水煮开之后呢 我再把切好的高丽菜丝 放进去煮开 现在闻起来般香的 对 是很香 因为它的那个葱段跟那个 大蒜爆香是很香 有没有专业大厨的味道 有 很关键的 欸欸欸 有时候对我这样嗯这样 而且我们刚刚大量的高丽菜 这个也是大量的膳食香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刚刚 他一直在说宵夜很多人 会导致胃不好嘛 那我们如果真的胃不好的人 其实就是要放高丽菜 因为高丽菜里头有一种成分 叫维他命U 好 在日本 它甚至把它做成就是 像保健食品一样 它就是保护胃溃疡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食物的疗效这样子 好 所以假设大家评估一下 如果你自己真的胃没有很好 又想吃宵夜 高丽菜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条件 那像温师傅的泡菜 这有些人其实睡眠品质不好 他就是吃辛香料的东西 他会影响哦 那你要早点说嘛 这一整锅都在做壁色 胡椒不要多 这个就可以放在旁边 喜欢的人在撒着 你看我 你这天晚上要讲了吧 大家评估一下 如果你自己真的胃没有很好 又想吃宵夜 高丽菜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条件 所以高丽菜放入你的宵夜当中 那你又吃得到膳食纤维 然后它的维他命U 又会保护你的胃 那它相对了 让你有了饱足感之后 你吸收的热量又比较低 那如果你非得要吃的话 其实你的料理 不管是饭类 面类 或者其他类 高丽菜是一个不错的搭配的配角 甚至鱼泥放了很大的量 都可以当主角了 对 这样你面就可以少放一点点 多吃一点菜 哦 那因为这个菜也会有增加你的咀嚼感嘛 对 所以这个汤面顺便也问一下 婉萍哦 雨妮刚刚没有放高汤 它其实就是自来水高汤 对 那相对上它没有高汤 也会影响到它汤面的热量嘛 对 因为它没有 基本上我们的高汤块 其实热量都不多 所以本身高汤块 就是那种人工合成的 它其实热量不高 重点是如果我们自己用 可是那种高汤块都高含钠吧 钠含量都很高 对 就是钠含量高 虽然热量不高 那我们如果自己煮高汤的话 有时候那个鸡的或是排骨的 那个上面那个油 就会影响到那个热量 对 那如果说像对胃不好的人 其实太油的东西 会刺激它的胃酸分泌 所以这个就是也就不太恰当 但是雨妮今天这样做 我推估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吃到 可是已经闻起来很香 我觉得高汤应该会不错 对 因为它今天的那个 就是用了很多的蒜跟姜 那这些东西本身就有自然的 辛香的香味了 对 高丽菜的汤汁也有入这个汤 还有红萝卜 所以照理说应该也是甜的这样 OK 好 雨妮我对你很期待喔 好 谢谢婉萍姐 因为你没有来之前的 没看到我之前的丑样 应该只有全部人 只有你最期待喔 好 可是宵夜真的不能吃咸 那个不只吃辣很辣 你很容易水肿隔天变猪头 我觉得我老公 我老公有个很不好的习惯 就是他去吃宵夜 他很爱去吃外面的热炒 因为就觉得他 热炒很咸 他觉得他想要吃宵夜 吃个面包什么的不够那个味道 所以他一定要去吃什么 炒羊肉 炒裸肉什么的 然后一直 他的宵夜他重点吗 好重喔 对 他吃了之后又觉得 好像咸咸的他就开始喝啤酒 回家就开始喝啤酒 很多男生都这样 他都把那个热炒当下酒菜 然后搭配他的宵夜饮料 就叫米露 对 然后晚餐的时候在家跟我说 我最近变好胖喔 我不要吃晚餐的饭 他就说晚餐你不要给我饭 对 结果到了 他熬到10点多 他熬不住了 他就出去吃热炒 这是不是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是 这是最恶性的循环 就是有些人误以为说 我只要少吃碳水化合物 尤其在正餐的时候 不吃碳水化合物 自以为说这样会瘦得很快 可是第一 素不知你饱足感不够的情况之下 晚上会更想吃 因为你像那血糖一滴 整个人就是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喝 就狂吃 就狂吃 就会有反弹 那第二个事实上 你在身体在做一个能量使用的过程中 它本来也就需要碳水化合物 所以不要说 我就是不想吃碳水化 我不吃饭 我不吃面 我什么只要有碳 淀粉都不吃 其实这样非常不健康 好 我的高丽菜煮开了 我现在再放一点红洗菇进去 好 我们再放菇 这个感觉是非常浓郁的蔬菜浓汤 好 我们的菇下去的同时呢 我们另外的这一个 面也可以下去了 面跟这个鸡肉都可以下去 我们先把面放下去煮开 好 那你鸡肉反而是后面下 对 鸡肉最后下 因为鸡肉烫一下就熟了 因为鸡肉已经切成丁 我们今天这样的量放两块面好了 好 那所以今天是四人份的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面通常是一人份的 但是你如果多放一点蔬菜的话 你可以跟老公分都吃 对 你就可以替代 我觉得这个是一家的这个可以吃一餐了 对 那问一下树青 这个选择消夜如果比较OK 听说有一些原则 听说蛋白质替代淀粉或者是蔬菜替代水果 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其实几个做法啦 第一个比如说像雨泥做得非常好 就是第一个是总热量的控制 就是尽量刚才婉萍已经说 我们不要再200到300大卡 最多300不要再超过 就要低热量 第二部分就是它组成 组成啊 因为通常淀粉类的 它比较有生血糖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说同样是这种组成的话 用蛋白质 就比例上蛋白质多一点点 碳水化合物少一点点 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影响 那第三个部分是 像它你可以选择一些会助棉的食物 因为比如说像刚才这些高丽菜好了 高丽菜除了维他命U之外 高丽菜的那个矿物质 里面有两个东西是可以注意 一个是它的鎂的含量 一个是钙的含量 那我们知道现代人 有些人他的睡得不好 可能跟一些神经传导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说不定 你给它一点点鎂 给它一点点钙 对于它睡眠是有帮助的 对 所以有时候你是刚刚好 其实就是缺这个人 就会自己去找 自己需要的东西来吃 不过要注意一点的是 有些人都觉得说 哎呀那我拼命吃高鲜就好了 因为纤维很高 所以呢我这个睡前热量很低 可是你知道吗 有些人吃高鲜有两个情况 有些人一吃那些很多高鲜 或这些像这种高丽菜含流的 它会很容易脏气 它反而很难睡 那有时候反而 它就那个整个排空的状况不好 反而是会整个夜翻来滚去 所以即便是你自己认为的 很高鲜的蔬果 它也要 蔬菜它也是量要非常的限制 你不要认为说 没有热量吃到饱 没有 其实对你睡眠是有阻碍的 对 最后你看面已经软了 我们再把腌好的鸡肉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难怪你有的时候 会把这个当早餐给小孩子吃 看起来还不错吃 当早餐吃应该也会上得很快 然后也会有饱足感 然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小孩在上学之前 吃一碗热热的汤面 其实它会暖暖的去上学 会比较舒服 对 这样等鸡肉变白白的时候 我们就放一点点昆布酱油 好 让它调一下汤的味道 最后一点点有调滋味的是 昆布酱油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宵夜真的也不能吃太咸 像有些人宵夜吃一些冬天吗 或者是这个麻辣锅 麻辣锅最强的 或者卤味摊啊 那个吃完隔一天都水肿得像猪头 就是那眼睛都会看得出来 它就中起来这样子 是 真的 所以很多女孩子爱漂亮 就算要吃宵夜 真的也要胜选 好 最后再提味的是胡椒 对 胡椒粉在起锅之前 再一点黑胡椒粉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咯 哇 我们宇宇的蔬菜鸡肉里麦面很好吃耶 耶 我就说我的烤运很好啊 今天临场发挥很好 吃好吃的 好吃好吃的 其实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我感觉上以前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常常就是晚上把晚餐剩的什么 饭 然后就把那个菜下去煮 那基本上其实有时候宵夜 其实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把晚餐的什么糙米饭 其实下去煮的话也取代一下 其实这样一直很健康 那如果还要用那肌肉定的话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你家里有一些什么小鱼干 撒一撒的话 基本上这样吃起来 也是有同样的feel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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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温国志 你有紧张了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刚刚医师讲的没听清楚 他在指他的缺点 你用的肉丝 其实你是要用随便可以取得的 像我今天这个五股饭 我今天是来比赛 是像你们抱着一颗随便的心 我是抱着必胜的心来的 因为这真的是 以杨宇人来讲 我们觉得是意料外的好吃 是不是 就是杨宇人难得呈现出了 台湾妈妈味 就是说在温暖的那个深夜里面 你本来正在用功的时候 突然妈妈煮来这一碗 你就觉得温暖一碗 而且重点真的是 第一个口味也够 虽然说他可能也没有用高汤 可是因为加一些酱油 所以第一个味道够 所以会满足口味 第二个口感够 因为他那些蔬菜什么 会让你满足你的咀嚼感 觉得好像吃很多东西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温暖 因为有时候很奇怪 我们东方 台湾有人特别喜欢 这个来一个闲闲热热的 觉得好像整个都温暖起来 所以他完全满足了 我们在宵夜的时候需要的东西 而且重点是热量又很少 真的 所以温国志你要紧张 我跟你讲 他表现的是超乎意外的好 我最懂女人 但是她们三个不一定会投给你 师傅 我跟你讲 是啦 今天女生的评委稍多一点 我们有点紧张 她的热量上才60卡而已 我觉得 林洋师你今天一直帮她讲话 你长得不像小刚老师那么帅 你凭什么这样讲我 60卡 也不会成一颗鸡蛋的热量 而且又均衡营养 好 那师傅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宵夜 我杀出的飞马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五谷海鲜泡菜饼 好 就是把家里头的生饭 做成韩式的泡菜饼 对 好 那家里头剩的五谷饭 大概有一碗就足够一家人吃宵夜 是 那我们今天也是 刚刚我们这个医师讲的话 我们都听在耳里 对 你看 剩下来做宵夜 冰箱里的泡菜 剩的 对 然后高丽菜 还有剩饭 你高丽菜好像是用我用剩的 对 是 你是切丝 我是切丁 完全不是 好 那我们这边来用一个鸡蛋 好 这个也是家庭必备冰箱的食材 但打在这边之后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那个煎饼的状态 而且是韩式煎饼 对 我们先把面粉 这个是什么样的面粉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好 我们把它加下来之后 好 然后我们加一点水 把它打成面糊 这个面糊的一个浓稠度 要稍微稠一点 稍微有点稠 对 因为我们待会加这些食材加下来之后 它会形成粗水 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大概一碗的这一个五穀杂粮的饭 对 加下 那观众朋友可以自己等比例增减 对 不过刚刚这个王医师就提到 其实你家里头有的时候剩饭也很尴尬 对 所以剩饭马上拿来做宵夜也非常好 那我们一样是这个菇 新鲜香菇 香菇蝎丁 然后一样是高丽菜 那其实家里头剩什么菜都可以放什么 这个是鸡肉 鸡丁 就增加一点口感 好 还有点虾仁 虾仁 那这里头一样晚上吃剩的剩菜 如果有这些菜都可以加 好 然后最后泡菜 泡菜这边可以增加一点那个 口感跟这个味道 对 好 可是泡菜的汁你就不下了 对不对 就担心那个汁影响到你的面团的浓稠感 对 好 所以现在是一个十锦面糊炸凉饭 对的一个概念 这样好吃 所以我们热一个不沾锅 下一点油 对 那这边我们要下来煎 那这个粉跟我们这个固形物 刚好是这样1比1的一个状态 1比1的状态 就是那个粉浆不要太多 好 所以这里头放家里的剩饭剩菜最适合 真的 真的 因为你剩饭剩菜加一点点的粉浆 让它凝结就变煎饼了 就符合刚刚王医师讲的 晚餐吃剩的素材 把它拌临拌 那因为很多人晚餐吃剩的素材 只会做十锦粥 对 对不对 那小朋友喝粥喝久了一定会反弹的 对 是 诶 你还要让这个煎饼硕形 硕形 那你说爱心吗 爱心吗 到底要逼死谁 爱心 老鼠啦 老鼠啦 对不对 老鼠啦 不好意思你好坏 老鼠吃上一个 那我们把它煎上色之后 大概翻面的时候给它稍微盖一下 好香喔 给它稍微这个闷熟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个调味里面 只有很简单的是以泡菜的一个味型 来做一个这个连贯 那这边我们加一点点的这些调味料 好我们来把这个 我们来准备调味料 酸甜酸甜的风味 那这边我们以这个柠檬汁 好 这个是寿司 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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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柠檬汁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这个酱油 好 加一点的酱油 我们在煎这一个煎饼的同时 来调一下寿司 还有糖 糖 一点柠檬汁 一点酱油 一点糖 所以这样会有酸咸甜的这个滋味 是 那稍微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加一点点的酒 酒 这个是泥酒吗 对加一点酒 好 一小尺 对这样子我们把糖芽溶解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沾着吃的这个 清爽的一个酱汁 对对 那这个酱汁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糖溶解之后 酸酸甜甜 然后有一点微咸 好 增加一点这个开胃的一个风味 就不需要另外再让它浓稠勾芡 OK 好 就比较健康的寿司 对 啊 不过你今天这一个泡菜是会有滋味的 我相信吃原味也OK 是是是 也很好吃的 哎 现在都闻到焦香了 对啊 泡菜的那个香香的味道 对 每次讲到泡菜 我再告诉大家 当初正和 为什么下夕阳 可以到非洲东岸 为什么哥伦布的水手 一到美洲去会得那个所谓的那个 缺乏维他命C 造成水手病 最重要就是泡菜里面的维生素C 这东西它可以保存在那边 而且可以长期保存之后 水手在船上吃这个东西 又有纤维又有蔬菜 又有所谓维生素C 所以泡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所以正和有吃泡菜啊 对 那但是这个这个东西如果放在宵夜吃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跟张起来一定会口干舌燥 哦 你是不是直接喝喝喝喝喝喝 哈哈哈哈 你这一行上级 其实连说什么都想要说的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上柠檬汁 就是这个原因 可是他说开胃啊 开胃会吃很多 开胃吃太多 就会过去 就没有达到营养师的那个 邀请 我跟你讲他这真的很开胃 他这个香到我都觉得好好吃的 对 你就一路就 而且我们常说 其实我们我们台湾人的宵夜 一定要有点什么 汤汤水水 对 这种就是纯干式的东西 真的吃完你干啥 你可不可以喝很多的水 你可不可以起来 喝啤酒喝可乐 你一定会肿到不行 我跟你讲 你这样问国志 他心里一直在调险 一直在调险 而且你一直丢他 你刚才让他做成老鼠 你现在又说他是咸的 他是男的嘛 他刚刚就明明依附着你说的 把家里头生饭生饭拿来做健庇 对 那你要说这样子不OK 对 观众朋友到底要听哪里 没有啦 泡菜放少一点 对 不是那反过来说 这个当早餐 或者当三餐也很OK 对 所以这也不一定当宵夜 那如果要当宵夜吃一小块就好 对 就是说你不能吃很大的量 这样的煎饼 如果要当宵夜 可能要吃了 为什么你放心 其实我跟你讲我还没有讲完 其实雨霖 其实他那道菜料理都很好 他就是比较败在哪里 败在那个黑胡椒 对 你知道有些人其实睡眠品质不好 他真的吃辛香料的东西 他会影响 真的 是对于因此而品质不好 对 就是他会睡得不好这样子 所以就是 可是因为每个人对那个刺激的辛香料的感受不同嘛 所以像有些人他就会 黑胡椒很敏感 所以像有些人你会觉得 如果你发现你晚上睡不好 你可以去思考你晚上吃什么 很多人吃麻辣锅一定会睡不好 因为很难消化 然后再来麻辣的辣 那像温师傅的泡菜 其实雨霖的那个黑胡椒 其实他还是会有人会对这个 会不舒服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晚上如果要吃 可能真的要把辛香料给稍微拿起来一点 会比较好这样子 那师傅你快要熟成了 最后盖上锅盖 还是你放弃了你就算了 泡菜拿起来 那你直接把他煮 你拿起 为什么还好 他就是他 那你要早点说嘛 快下来啦 这很强大 我感觉那个每个蔬菜的面条 都沾上了这个蛤蜊的鲜味 其实在宵夜里面 它本身一定要几个成分 面粉药油 那个所谓的 鲜蜊药油 蛋白质药油 我说实话 好吃 而且有创意 好不好 这个以后可以变成一个 宵夜的一个卖点 对 再一下 有 温师傅的好处就是 他今天的那个五股饭 我们刚才不是开头就是说 宵夜要选DGI的吗 其实五股饭的DGI是比 你的那个面条的DGI 还要来得更低 而且它的V群也丰富 对 然后它也符合了 家里头要简单上宵夜剩饭 那直接上 这样才会快 那这样子快的话 其实也比较容易 对 好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它最后 通常这样子盖上锅盖 还要再焖多久 这个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 对 好 好 好 师傅你盖上锅盖 大概焖个两三分钟就好了 哦 好香哦 好棒 这也太可爱了吧 视觉效果一百分 对 然后这个表面就是等于是干干的 然后不会太多油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哦 我晚上如果有这种宵夜 嗨爆了 真的 对 哇 我们的这一个煎饼煎的好漂亮哦 撒一点这个柴鱼片 柴鱼粉 对 因为宵夜 然后让它有点热气 有点这个舞动的感觉 跳舞了 还有呢 我们这个海苔粉 哦 这小鱼粉 现在大碗 真的大碗 这好像是 对啊 哇 这小朋友看到已经嗨爆了 要吃的时候切开 然后再沾着这个酱汁吃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 我们师傅的泡菜大碗煎 很好吃 好好吃 不说回我的话 哈哈哈 没有那么咸 没有那么咸 医生 为了你这句话 我再煎一个给你吃 哈哈哈 赶快去煎吧 对 而且医生都吃光光啊 对 没错 其实它基本上 我本来以为说 它会有点这种 吃起来比较糟热的感觉 不过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那真的只有泡菜的味道 真的稍微有那个味道啊 其他的都还好 然后其实酱汁 因为它其他的材料是没味道的 那其他酱汁 沾一点点就够了 不要沾太多 这样的话吃起来 感觉真的很不错 真的 而且它其实酱汁是偏酸细的 所以其实 会开胃 哈哈哈 所以酱汁很好吃 对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真的 它那个其实泡菜 一点点建杂在其中 让人家觉得这个其实 不是无味的就非常好吃 而且它表皮煎得非常的脆 所以脆起来煎起来 可是不油腻 焦香然后不油腻 而且里面的那个饭啊 你一般我们吃这种 韩式煎饼 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里面都是面浆 那面浆 如果不让它糊糊的话 就变成要弄很多油 让它脆 对 那这个就是完全不油 但它的口感就不会太糊 因为毕竟饭颗粒比那个面 还来得硬一点 所以很好吃 而且你看如果跟大阪烧比 一般的沾酱 本来都是用那个美乃滋 可是它这个很清爽的柠檬 加上一点点醋 加上一点那个酒 加酱油 非常的清爽的 这样反而比本来的那种 大阪烧的酱更好吃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晚餐 宵夜来讲 这我觉得不只宵夜 老实说有些人喜欢 晚上来点喝酒 喝酒的人 与其吃那个烧烤 一点点这个也蛮好的 对 你老公与其吃热炒 不如吃这个 不如吃这个 还是说他如果要教女朋友 拿这个去骗妹 还最好用 对啊 会骗得到 这样你骗大概多少热量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原子壁 所以大概这样的size 其实有点像外面 就是我们吃一块蛋糕的大小 那这样的热量 大概是100卡 那可是呢你看哦 其实他比蛋糕 但一般的蛋糕 都大概是200卡到250卡 所以一样是吃宵夜 可是今天吃温师傅的宵夜 跟你吃一个蛋糕 其实热量差很多 但是温师傅这个宵夜里头 他其实他最多的热量 来自于刚才煎的油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煎过 他其实不好煎 那竟然就是在煎的时候 用油量会要少 他其实本身的食材 其实热量是不高的 而且又均衡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比较小的小朋友 他要吃的话 因为六岁之前的小朋友要吃 可能泡菜没有那么适合 因为他们会辣 那你不如其实可以放一些起司 就是拌一下 那你可以当他正餐吃 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正餐 或点心这样子 好 所以温师傅这个健康好宵夜 也很有竞争力 那接着下来 我们亮萌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宵夜 对 没错 我今天可以排到最后一个 就是平常跟他们有包红包 才能够 因为刚刚说油这个刚那个 刚刚那个油就是太多了 对 刚刚那个油就是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加食品 就好了 对 然后把我们的蒜片放进来 这是学我的 真的第三个有优势 对 真的 好 所以我们先炒一下蒜片 对 我们把蒜片进来之后 那我们今天的 我们说要吃面嘛 面的感觉 然后大家晚上吃一碗面 就觉得很舒服 可是吃面又有很多的淀粉质 所以我们今天的面条 全部都用蔬菜来代替 这厉害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 这是南瓜 南瓜炒成片 对 然后用南瓜片当作面条 然后红萝卜 然后丝瓜 丝瓜 炒成片 然后桀瓜 红色的桀瓜 跟绿色的桀瓜 所以你吃起来 视觉上也有吃面的感觉 对 那淀粉质也有 蔬菜也有 吃起来也有 每个口感又不太一样 那当然 好 那跑的话 你也要示范一下 这种瓜通常要怎么刨 才会漂亮 然后又好吃 像瓜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平常 削皮的时候 一定都是这样子去削它 可是你这样子削它的时候 就很细 很小 那为什么你可以 那瓜类吃起来的时候 就没口感了 那我们建议大家 可以拿大一支一点的刨刀 刨刀要大的 对 然后你把它做对切 对切 对切 那你就这样子刨就可以了 难怪你的 一片一片 又均匀又漂亮 对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对开 这样子就成为我们这样子的一片一片了 那看起来就很像我们所谓的 好像手工面一样的感觉 就像去火锅吃那有些萝卜有没有 他们现在弄成那个萝卜面这样子 对 那我们因为选择了 这样季节也到了 所以会有很多的瓜类出来 那我们知道瓜类比较寒 所以我们爆香里面的时候要加一点点的姜 好 姜 对 这个是姜末 姜 对 然后再来呢 洋葱 洋葱 提它的香气 好 所以我们爆香这个蒜片 然后一点姜 然后一点洋葱 那一样把它炒香 对 所以你今天用这一堆蔬菜刨成面 那就用蔬菜替代面 对 没错 这热量省很多 这个比刚刚某人的菜比面多跟蔬菜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刚一直在偷笑 你觉得赢了是不是 这很难讲喔 这个你的面要好吃喔 说不定被小朋友或者这个被打枪喔 你是厨师耶 你赢我你好意思吗 你本来就赢我啦 那再来呢就是煮宵夜的时候啊 其实你已经很饿了 对 等不及了 那我也怕说等我煮的过程当中 又去睡觉 那整锅都我的 那这样子的话也很不好喔 然后所以呢 我就选择比较快速一点的方式喔 来我们把刚刚炒完爆香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南瓜切片下去 南瓜放下来 好 然后我们的丝瓜跟胡萝卜切片一样下去 一起下来 喔 好漂亮喔 对啊 然后你想要有点口感的话喔 这小朋友会喜欢一点的杏鲍菇 杏鲍菇一样可以切成片 因为杏鲍菇吃起来就有肉丝的感觉 对 就取胶的感觉 好作弊喔 对啊 今天这一整锅都在作弊 对不对 刚刚那个人只是用饭来假装是面粉 现在已经直接用蔬菜来假装是面粉 对啊 然后用杏鲍菇刨成片 然后吃起来像牛肉 微面的话要很多蔬菜下去煮 还要时间对不对 对 那我直接放蛤蜊好了 干嘛你直接用羌射我啦 味面有惹到你喔 所以用蛤蜊会煨的比较快是不是 对 因为它的鲜甜味不用像蔬菜熬比较久 才能够出来 好 那我们这样子下来就稍微 就直接这样子就当作微面了喔 对 因为像我们的面啊 其实应该说我们的蔬菜要熟的话 其实要有一点的水气 对 那我们刚刚在刨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不希望它蔬菜过于氧化 对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浸在水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 它跟空气接触的就会比较少 那水也不用太多 才不会把营养也留在水里面了 是 那亮萌老师在问你喔 像南瓜是比较不容易熟 淀粉质比较多的 可是像洁瓜是比较水分多 然后比较偏向膳食纤维蔬菜的 它们的熟成时间应该会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在放的时候 南瓜是放在最下面 然后上面的时候才开始移虚的放 再放蔬菜 那瓜类的时候把它放到最上面 最后面 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在蛤蜊的时候也是在上层 所以它等一下熟的时候 蛤蜊一开的时候 它的汁就下去了 汁下去的时候 本身就有鲜甜味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蛤蜊熟 问一下树青喔 瓜类跟蔬菜的水果 不只是这一个健康又好吃 而且它们是一般人当中排毒抗癌的好素材 因为比如说瓜类刚才你会发现它的特色就是它是水分多 然后所以是单位重量里面它的热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通常相对的有一些含的比如说包括含钾或含其他的矿物质也多 所以第一个你看有水分 我们药牌毒第一个叫充分的水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 有些医生在推荐叫做卡洛里毒 什么叫卡洛里毒 它是认为说单位的热量太高那种对你身体就有害 所以它刚好相反 比如说如果你吃一个纯的这种全部都是五花肉的油好了 它一整块可能就很多热量 它觉得这个对你身体即使它很天然 但它也是一种相对的负担 那是瓜刚好相反 然后第三个它虽然说因为水分多 所以纤维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看它刚还的胡萝卜 胡萝卜是一个纤维非常高的蔬菜 所以它刚好用胡萝卜的蔬菜 叫胡萝卜的β胡萝卜素 我们知道β胡萝卜素是高抗氧化的 因为现在要抗癌一定要抗氧化 所以你看它加起来又有 然后南瓜 它南瓜里面包括 它虽然淀粉可能相对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就在讲 有时候你需要一点点的碳水化合物 并不是完全没有 而碳水化合物最好的来源就是这种 就是原本的食物本身就是这种碳水化物 所以根筋类的或者这种瓜果类 那它刚好也是碳水化合物来源 所以加上加肿起来 我就觉得该有的都有了 虽然唯一的缺陷是说 它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蛋白质 但有 后来蛤蜊来了 蛤蜊加进来了 所以你看一切就已经很圆满了 因为我们希望的蛋白质来源 也是脂肪少的 那蛤蜊刚好是几乎没有脂肪的蛋白质来源 所以就是很不好意思 最后一棒还是有这么多 最后一棒很厉害 怎么办怎么办 叫你做爱心 像我们刚刚其实 叔叔姐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了 所以时间很短就可以完成了 好 再来呢 我们就加入一点点的香气 我们加一点九层塔 融乐进来 然后提一点香气的 有点酒比较好碎 好 一点点的白酒 对 然后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个白酒蛤蜊面 但是它是白酒蛤蜊蔬菜面 哦 那这样就可以试吃啊 没错 然后喜欢一点点的 比如说胡椒不要多 这个就可以放在旁边 喜欢的人再撒个 你看 好 你们演完人讲了吧 好 我们就来试试咯 而且我们要加点 胡椒不列入几分 好 哇 我们酿梦的白酒蛤蜊蔬菜面 太强大了 对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那杏猫菇跑长面 好好吃哦 这很强大 我感觉那个每个蔬菜的面条 都沾上了这个蛤蜊的鲜味 你知道吗 好好吃哦 而且因为我以为 你知道这种白酒蛤蜊面 就是如果像刚才那个师傅 故意用那么少的油 我觉得应该会煮得不好吃这样子 但它吃起来就是因为 最后的那个白酒的香味 非常的香 而且不会完全没有油腻感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下面铺底的洋葱跟大蒜 也好好吃哦 非常的提味 那它相对热量应该也很低嘛 对 我刚才忘记跟大家讲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 那个师傅放的 那一锅的那个蛤蜊 其实它只是蛤蜊的可大 但是它其实热量 大概才40多卡尔 对 所以它热量很低的 大家都以为它热量很高 它其实热量很低 所以今天师傅这样做完 刚才那一锅 其实大概是400多 一点点而已这样子 所以两三个人吃哦 热量也不会爆掉 对 师傅 你要讲话 我们现在此刻要联合 自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啊 真的 那你就乱输吧 而且我觉得啊 它这里面有几个口味 口感真的超像面条的 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杏鲍夫的 对 超像 它简直老实说 不小心就会以为是意大利的宽面 对 而且还比意大利宽面有脆感 因为意大利宽面有时候煮的会糊嘛 它完全不会 然后我觉得丝瓜面也可以 丝瓜面在烫得不要太软的时候 我吃瓜面的口感也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 民众真的大可以学起来 有点太软对不对 因为一般来讲 没有 因为一般来讲 一般人做这种蔬菜面有个缺点 就是我们通常会意识中 想把它做成像面条的形状 所以我们都会切太细 对 所以自己在家里做蔬菜面的 通常失败原因是真的就太烂 因为没口感 可是它这个 你看它杏鲍菇切的 也是像大宽面这种型 所以大家家里可以学这种大宽面型的 因为整个口感非常的赞 而且我告诉你 它其实烂掉了 它也提供了不同的口感 所以你会发现胡萝卜是脆的 然后杏鲍菇是Q弹中带脆感的 然后那个丝瓜呢 就是柔韧中带脆感的 然后当然南瓜是已经糊掉 但糊掉就当作它是搅拌的啦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 哇 淑青在讲的时候 我们王医师一直在点头 我点头原因是说 其实在宵夜里面 它本身一定要几个成分 淀粉要有 那个所谓的纤维要有 蛋白质要有 那亮萌老师把这些东西 看起来好像没有 但事实上都有 对 南瓜有淀粉 那其他的纤维很够 那蛤蜊里面的营养又很够 里面的维生素E啊 牛黄酸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如果看那种提升饮料里面 就跟你讲添加牛黄酸 因为牛黄酸会让你有什么 提神的效果 可是这提神效果又让你晚上 又会好睡觉 哎 牛黄酸这么厉害 对 它也可以有正经安神的作用 所以它白天提神 晚上好睡 那基本上其实它会让你觉得说 可能吃完之后 晚上睡觉会觉得 还蛮有甜梦 不会有恶梦的感觉 不用担心 那我们王医师 刚刚在试吃三位的宵夜 通通都吃光光 所以他说拨 我也不知道 他会投票 那今天最后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三位来宾评审 来评一下 在你们心中 谁是你们健康好宵夜的第一名 请举牌 陈亮萌一票 陈亮萌再一票 陈亮萌再一票 王医师 为什么给两票 因为我比宵夜好吃 哈哈哈哈 还真安静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会去给雨萌这个原因 因为基本上我是不吃宵夜 可是吃到它的宵夜 让我感觉到 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吃那种宵夜那种feel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宵夜就要吃到晚餐 所剩下的东西 我这样吃起来真的叫做宵夜 你要不要配几颗花生跟高粱 哈哈哈哈 那至于亮萌真的 它的东西 我说实话好吃 而且有创意 搞不好这个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宵夜的一个卖点 对 我想实在的 真的大家看到这一集 大家今晚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一夜到12点 没有 我觉得它当做正餐也会很棒 就是说它当宵夜 当正餐 当料理都很棒 但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今天这三道菜都非常棒 大家都非常值得学回去当宵夜吃 因为如果你的小朋友 他可能不一定习惯清淡口味的那个 他对温师傅这一道他就会很喜欢 因为真的很像外面餐厅在卖的 可是整体的组成就健康许多 然后热量也低许多 然后如果你看你小朋友就是在念书或深夜的 来一碗瑶米米这个微面就非常的棒 但是三个都是营养又均衡 然后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然后吃起来又真的都是色香味俱全 所以真的今天每一道都值得学 只是因为亮萌他真的排最后一棒 他就没办法了 那婉萍为什么也投给亮萌 对 因为其实就是今天三位都好好吃 但是因为我今天就是营养师的身份 我最后我就是去算热量 因为大家都符合营养均衡 三大类营养素都有 所以然后也很好吃 所以在同样之下 我就只好把热量先拿来做一个优先的参考 对 那因为陈师傅刚好落在最后一棒 所以他当然就是相对的获胜的几率 就是这个不加那个不加 开始就是大增 所以他就是在我的评断里头 就相对就是会用这个来去评断 好 那恭喜我们今天亮萌 是今天健康好宵夜 祝贝的赞助 可是我们今天三位推荐的宵夜都很成功 那他除了当宵夜之外 当正餐 当点心也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三位来宾 这一个健康好宵夜 都会把这一个相关的食谱 po在我们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真好厉害